我们注意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昨晚到中国驻巴使馆 就恐惧事件向中方表示调宴 我们也注意到 巴基斯坦卡拉奇所在的 信德省首席部长 也前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调宴 迅速启动救援善后和调查基雄工作 巴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 也都纷纷表达慰问和哀悼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 中巴的铁杆友谊牢不可破 任何破坏中巴友谊的企图 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将和巴方一道密切合作 坚定打击恐怖主义 让幕后的赵氏真凶付出应有的代价